最近很多朋友在问 欧洲的冬天到底有多冷 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 是不是会冻死 这个问法本身就有毛病 首先 咱们得先普及个地理知识 同样的维度 欧洲要比中国更暖和一些 比如英国伦敦 虽然比哈尔滨更靠北 但人家冬天的平均温度 却要比咱们高出个好几度 北欧的情况也差不多 虽然不是西国利亚那样 地域级别的生存难度 但你要是大晚上走个肾 也会地尿成冰 所以啊 这个问题的本身是不成立的 欧洲老百姓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 不一定会冻死 但如果没有取暖的能源 一定会 俄罗斯天然气的本质 其实是个成本问题 说白了就是烧俄气 比烧煤烈木头更便宜 欧洲不是没有替代能源 而是替代成本太高了 失去廉价的俄罗斯能源 欧洲的好日子 也就到头了 大家都知道 自二战以来 欧洲的能源消费主要靠进口 2019年 欧盟消耗的能源61%靠进口 自己只能生产39% 能源结构主要包括 36%的石油产品 22%的天然气 15%的可再生能源 和13%的固体化石燃料 在欧盟的进口能源中 石油产品占了三分之二 天然气占了27% 固体化石燃料 也就是煤炭 占了6% 而俄罗斯 是这三种能源的最大供应国 另一个是挪威 俄罗斯的天然气 占到欧盟天然气 总进口量的41.1% 挪威占到了16.2% 其余的则来自北非的 阿尔及利亚和中东的卡塔尔 欧盟进口的原油中 29.6%来自俄罗斯 其余的来自中东 北非和中亚 欧盟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 达到了60%以上 对俄罗斯石油 天然气 煤炭的依赖 分别是40% 30%和20% 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 就下了结论 认为整个欧洲都敌派俄罗斯 这就好比你看过二手乐剂的演唱会 就觉得东北人唱歌都跟唱二人传一样 等于一棍子掀翻了一船人 欧盟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经济整体 但你可别忘了 人家组织里可塞进了27个成员国 这里面有工业强国 也有打工的小弟 有洗钱的金融老炮 也有躺平的爱与正义的使者 他们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 也完全不一样 比如像卢森堡塞布鲁斯这样的小国 人口面积和咱们县城差不多 虽然90%以上的能源 靠进口补给 但进口总量那是少得可怜 东欧和南欧的能源进口比例也比较高 像德国 荷兰 意大利 比利时都超过了60% 但大家注意哈 这里面只有德国离不开俄罗斯 其他国家进口能源的渠道 那是五花八门 俄罗斯能源只是其中之一 北欧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挪威本身就是能源净出口国 瑞典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达到了40% 核能贡献了30% 能源缺口主要仰仗旁边的挪威 而法国虽然在能耗上仅次于德国 但人家核电水平超级强 不但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核能生产国 还是电力的净出国国 法国电力的76%来自核能 其次是水力发电 石油和天然气只占发电总量的9% 而且法国常年在非洲布局 特别是油气资源丰富的北非 除此之外还从中亚中东和北美买油 俄罗斯的石油产品只占法国能源进口的18% 法国的天然气主要靠挪威 其次才是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 总体来说 欧盟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非常高 但不代表离开俄罗斯天然气就要全面断签 比如南欧国家靠近地中海 对面就是油气丰富的中东和北非 没了俄罗斯的北溪一号 还可以从地中海拉条管道还口签 无非就是让土耳其从中开点油 人家北欧虽冷 但好在身边还有挪威和北海油田 再冷的冬天烧几根木头 人人也就过去了 真正离不开俄罗斯的是东欧 尤其是德国和波兰 翻翻波兰的血泪时就明白 波兰人对老毛的感情极为复杂 所以在西方集体制裁俄罗斯的第一时间 就跳出来举双手双脚赞成 在去俄罗斯能源化的道路上 波兰一度表现得非常不理性 2021年波兰进口了俄罗斯 90亿立方的天然气 虽然同比下降了6.1% 但仍然占到了进口总量的41% 同年又大幅增加了 沙特和挪威的石油进口 把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份额 由73%降到了57% 但波兰真正缺的是煤 在波兰 80%的电力靠煤炭 46%的居民要烧煤取暖 波兰不是没有煤 而是开采成本高 远不如俄罗斯露天煤矿来的便宜 2020年 波兰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 约有940万吨 占到波兰煤炭使用量的20% 大家可能就要问了 不就是20%吗 这比天然气和石油的进口占比低多了 可问题是 今年4月 波兰响应欧盟的号召 全面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 这就是20%和0的关系 所以刚到7月份 波兰的老百姓就开始吞煤了 买不到国产煤的人 就跑到邻国捷克买 即便这样 仍有40%的波兰人 根本没有足够的储备 为此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波兰冬天的气温 他们最低气温也就零下5度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 多穿点衣服 虽然冷点 但不至于死人 不过有些事 就怕你拆开了看 人家西游古道炭中和十几年 早就不用煤发电了 不买俄罗斯的煤炭也就不买了 而波兰就着实看不懂了 你一个靠烧煤 给德国人打工的国家 居然也跟风凑热闹 除了能口害一下俄罗斯 剩下的全都是反弹伤害 老百姓烧不到煤还是次要的 工厂没有电 那才是真妖妙 比起以上各国 德国的情况最早 在德国的能源结构里 煤石油和天然气 占到了消耗总量的80%以上 三车比例不分上下 但这三大能源的最大供应方 都是俄罗斯 其中石油产品占到了30% 天然气占到了66% 由于最近这几年 德国被极端天气折磨得非常酸爽 老百姓普遍要求节能减排 但又受到日本核灾的影响 反对政府搞核能 所以德国政府在过去的10年 一边减少煤炭发电 一边加大进口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 本来俄罗斯的北溪二号如果开通 德国天然气的进口量可以翻一翻 淘汰核能和煤炭的两大终极目标 差不多就可以实现了 但俄国开大直接搞砸了德国政府的计划 不过大家别搞不清状况 老百姓挨动算个啥 受不了可以跑到南欧或者土耳其壁克东 爱苏丹已经号召土耳其的黑店早就开始磨刀了 实在走不开 烧点煤球或者木头 人人也就过去了 一百年前欧洲人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真正受影响的是工业 民用煤气不至于冻死 工业煤气那经济又彻底完了 干过工厂老板都清楚 天然气和实业强将关 没有天然气就没办法保证电力供应 没有足够的电力 那实业就得停工停产 这就好比你靠呼吸器续命 突然有人可以把管子一样 虽然可以抢救一下 但替代时间和成本 根本不给实体产业喘气的机会 对于工业国来说 断气就等于把管 俄罗斯不卖天然气 受伤最重的是德国 咱们就拿德国的几个支柱产业来说 比如汽车 玻璃 化工和有色金属 停电就意味着停产 特别是化工企业 天然气除了用于发电外 还是生产化学产品的原材料 如果天然气的供应量 持续大幅减少 那工厂停产还只是一方面 长期下去 就只能考虑把生产重心 向其他国家转移 比如中国 事实上 德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巴斯夫 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们计划全面推进 广东湛江的一体化基地项目 总投资达到了1000亿欧元 预计2030年完成 还有德国的铝业 由于天然气价格上涨 电费也跟着涨 预计德国的有色产能将减产50% 其余的公司要么被收购 要么就无限期关门歇业 产能再想恢复 那就非常困难了 由于德国工业严重依赖 俄罗斯的天然气供给 一旦俄罗斯完全停止向德国供气 那德国30%的工业 将面临停工停产 三年内将损失5%的GDP 随之而来的是 德国提前去工业化 和欧洲产业链的重新洗牌 咱们都知道 虽然德国在欧盟经理实力榜上排名第一 但由于二战犯过错 在法国人面前总是矮一节奏 所以在这次对俄制裁中 法国一直非常主动 而德国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动跟随 即便德国人预判了俄罗斯的反制 也没办法躲开法国人早就挖好的坑 因为法国和德国 在众多工业领域里 都是金融对手 如果德国工业倒下了 法国就是最大的收益者 其他的像什么意大利 荷兰这样的小作坊 也能分到一杯羹 而倔强的俄罗斯 同样内伤严重 大家要知道 天然气这个东西不好存储 一旦开采出来就得赶紧卖掉 卖不掉就只能烧掉 据统计 自断气以来 俄罗斯每天都要烧掉上千万美元的天然气 这可比扔几颗精准制造导弹 费钱多了 欧洲集体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却反手拔了德国人的管 石油天然气就只能打折卖给其他国家 搞得整个欧洲都苦哈哈的 但其他买用卖油的大户 全都快乐起来 今年上半年以来 中国一共从俄罗斯购买了 235吨的液化天然气 同比增长了28.7% 有意思的是 3月中旬 中国和欧盟签订了相关的输动协议 预计在10月之前 累计输送给欧洲52艘液化天然气 大家可不要误会哈 实际上咱们还是相对含蓄一些的 大量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而从其他国家 如美国进口过来的天然气 反正自己也用不完 不如顺手加个运费卖给欧洲 也算帮人家渡个难关 而印度人就失诚多了 光是5月份就购买了俄罗斯 2400万桶石油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倍多 问题是 他那点工业底子 哪用得到这么多油 实际上印度人前脚从俄罗斯买油 后脚就拉到欧洲 高价转卖了 单靠做中间商赚差价 就拉动了不少GDP 真正赚大钱的是美国 今年上半年 美国生产的硬化天然气 有70%以上都卖到了欧盟和英国 总价值超过了200亿美元 由于欧洲天然气价格一路飙涨 欧美两个市场的天然气差价 已经达到了10倍之多 美国公司每一艘运网 欧洲液化天然气的船 可以赚到超过1亿美元的利润 再加上美国的军火商和粮食企业 也趁过打劫 美国人在这次欧乌冲突中 那是赚得盆满钵满 对于美国来说 放远全球都是一茬一茬的绿韭菜 如果割不了对手的韭菜 那要去割队友的韭菜 在这个全球比烂的年代 比的就是谁先扛不住 谁先倒下 在国家利益面前 哪有什么情义可言 美国鼓励乌克兰与俄罗斯 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同时它也准备让欧洲 流干最后一滴血 欧洲的老百姓将要面对的是 电费飙涨 抖腿锅冬 和物价上涨的考验 而德国 面临的是企业要么停产 限产 要么大幅涨价 或者提前去工业化的窘境 全球都在撸欧洲的羊毛 而欧洲却在等着撸德国 只能说 美国用实力 再一次把欧洲 玩出了新华样